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此时此刻当中包括美国跟韩国的防长在华盛顿举行双边的会谈 这几个会谈当中其实相关的议题也值得大致于包括了延长指挥权的移交 这些议题其实都有它背后的整体战略考量 您是怎么观察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其实这段时间并没有把朝鲜当作一个真正的东亚的热点 因为它很清楚朝鲜这个国家它自身的战略潜力也就那么大 更关键它只是利用朝鲜在进行它的亚太再平等和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因此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前面所提到的摩布营 其实我们更标志的说法是叫基布营 这样的一个部队放到韩国方向来 一个是要给它马上要举行三月份的那个关键决心演习来做个铺垫 再一个也是使得美国在西太方向的兵力的调整更加合理 因为我们清楚美国在日韩的一个兵力部署 一个特征是什么 日本集中海空 而韩国是集中陆上力量 在这样一个态势下 其实美国更关键点是借着所谓朝鲜威胁 在针对的是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 进行一个西太方向的调整 就像前面几位所谈到的亚太再平衡的关键支点就在于日韩 还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是前面爱大使所提到 他对朝鲜现在的情况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 其实可以拿爱大使的早年 可以说是百年前的一位前任做一个对比 谁也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威托马 他原来是作为英帝国派向清朝蜀国朝鲜的一个公使 他是在朝鲜的京城 也就现在的汉城 经历了自己的外交断裂以后再回到中国 实际上他的一些当年的经历 其实和这位爱大使经历来相比 其实我个人觉得西方的外交官在平壤所见到的 或者说是能够感受到真正的高层的变动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这一点即便是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改观 因此我个人认为 关注朝鲜后续的高层的变动 我觉得更多的是要从他们一系列的高层的调整 还有一系列的他们的官方 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 才能看出端倪 而至于说的外人的感受 我觉得很大程度还只是表面现象 感谢观看